再来一个鸭腿 冒烤鸭 这是一条烤鸭腿 再裹点一个蒜泥啊 哥问你的事啊 就是你有没有在青岛吃过冒烤鸭 我没吃过 而且还特别想去 没问题 哥先继续带你去尝尝 嗯 骨头还给你 他这个牛油是我见过最新奇的 跟鸡鸡泥似的 看到中午冒烤鸭了 我真的等了好久 先给他下你吃 千丝黄油 鸡爪我是最不嫌多的 全下你去 而且这个拔罐牛肉 我在拔个罐的 又是一整锅的乱炖啊 一炸牛肉 你能看现在的火锅多么的卷 这形式是真绝来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尝一下吧 这样吧 这样涮一下吧 好吧 我感觉他应该熟得挺快的 我觉得这么涮火锅的 也只有我了吧 就我不太理解 我一个人吃饭 他又多余给我一双公块 冒烤鸭 这是一条烤鸭腿 来看看这个冒烤鸭 这个皮都掉了 能感觉到吗 再裹点这个蒜泥啊 这个冒烤鸭就是冒菜的景色 但是把它放火锅里煮的更鸡味 这还有一条腿 这是哪条腿 这是鸭前腿吗 鸭前腿吗 它这个肉掉了 刚才挑起来的时候 这个肉都掉了 这还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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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块小腿 它这个皮都掉了 烤鸭给你煮上了 趴鸡饺的那种口感 太香了 煮皮鸡爪这么加 这个真的煮的巨爬巨烂 而且它这个鸡爪巴 还带点甜口 无香的那种不辣的甜口 看它这个肉光浓的 按住煮的有点酒有点咸了 再来一个鸭腿 再来个腿 然后这个煮的要火大一点 里面都煮透了 这个火锅油都煮了 这边是个咸香 然后麻辣的口味 怎么样 想不想吃 哇 真的太好吃了 说实话 这个火锅煮的味道 又有茂菜好吃多了 温馨其实不要煮太久 鱼头本来就煮 煮久了 真的很咸 千丝皇后 上次吃一坨手擀面 就这个东西 把切片跟切成 完成了一颗 而且像不像那种 米式的姜姜薯条 烫下来之后 好吃 这会真的好吃 能不能真的 点点会儿 绝对点点会儿 今天要给它拍个名 冒款啊 No.1 三色皇后一二名 顶不住了 来口喝的 又来吃 好 咸 好 好 我 我们 现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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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